来把新玩具魔方新冲突的动画配色声波 这回也算是一个变相的再版了 盒子外包装跟原先的产品是差不多的 说明书信用卡材质人物卡 四个替换手型 吸塑沿用的是出版时代的包装 但这个地方方块里边并没有带 你看看再说魔方再版被刺 这一次真的不被刺了 我是多么希望他这回能被刺一下 来看这一回新冲突的玩具本体 这个配色比较起来就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深蓝的感觉了 变形完成的这个workman形态 虽然看起来是有一些厚的 不过它能保证到四个面的细节还原 这边的开关旋钮什么的做的都不错 正面这样看起来还是比较完整的 上面这里也平平的 背后这里并没有一个盖板来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会暴露着一些空洞的位置 这模具以前就是这个样子设计的 武器和肩炮可以插在缝隙里边 底下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过声波这个角色啊 尤其小比例的玩具 大部分都很难做到六个面完全包裹 那我们直接来看变形吧 前方的胸口这一块可以打开 里边也是可以放其他的磁带部队成员 变形第一步 先把这一块打开 里边的肩炮卸下来 另外的一边横着插在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握把的滑槽把枪口顶起来 板铁延展到这样的效果 边缘这一片小挡肉折叠回来 上方的这一片折叠回来 后边这里整个打开里边的插扣 往外翻折 腿部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往长拉伸 里边有多段的折叠关节 掏开这个活动的扣子 把这里顶平 然后再横着90度 注意看这个位置扣子的走向 顶过来折叠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银色的这个扣子 从横着的插成竖着的 这就变形到位了 脚尖翻过来 脚丫子放平 然后这一边折叠 腿肚子包裹 卡住 那这条腿360度 就没有任何的空洞了 而且做出来这种腿肚子的倒三角T型 好 腿部变成这样的效果 下方这块假的面板 双关节把它提起来 拉过来以后 腿顺着这个开口的球形关节 放下来 两条胳膊顺着后边的扣子拨开 连接的位置 90度往前折 手从这里90度放下来 后边的这块盖板 再180度翻上去 卡进这个凹槽里 翻到后背来 把这一片90度折下去 打开这里边连接的框子 脑袋 顺着中间的窟窿翻上来 立起 然后再把这个背包的盖子扣合 180度旋转上板格 再180度旋转下板格 也就是把后边的这个板子放到背后去 裤裆的位置 拉过来 再旋转 倒贴垫上 换成的这个假屁帘子 整个的背板再往上翘 填补后边偷胶的位置 再盖下来 背包就完全挡起来了 尖头 插上 肩炮 武器 那么好 并不难的一个变形过程 其实这款的逻辑还是很好的一件 无非就是腿部叠了一些板子 包出来一个更方的workman形态 而人形利用这些板子 又包出来一个更漂亮的腿部轮廓 整体来说的一个造型 包括它整个堵的窟窿的位置 做的都是相当不错的 还原度和美形方面 在小比利市场上 这款声波应该是最强的 没有之一了 但还是因为这个尼龙的材质问题 这些水口切下来会显得非常的明显 需要自己稍微的打磨一下 尼龙的材质把玩起来很安心 而且这一回调完了这个动画配色以后 更深蓝色的这种感觉 非常符合动画片里边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唯一可惜 就是这一回的磁带不带了 但是价格来说 也是比之前出版的时候便宜了一些 市面上在这款没有再版的时候 声波炒高过一段时期 我相信很多玩家看着也挺怨念的 而这一回再版更加便宜的价格 更加还原的动画配色 好在它之前磁带部队套装里边已经出过了 而且这盒里边的配置 跟之前出版时候的布局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后边还会有另外的一个磁带套装 来把迷乱了雷针鸟的这些 再加进去吧 这个我觉得是肯定的 那么得嘞 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吧